現在是2014年9月28日 晚上10時 在今天凌晨1時半 佔中三子已經宣布啟動佔中 但不夠18小時 在這個晚上大約5時至6時 由於社會結帳失控 人群過分劑逼 示威者不肯 合作清場 迫使警方施放催淚彈 其實大家示威者 各位學生 你們的訴求 我想中央政府 特區政府通過電視新聞片 已經看得到 大家要分清楚 你們幾萬人 集劫這個地方 是未經許可的 是會 搞亂交通和社會秩序的 是一個不合法的行為 作為有理性有抱負的市民 學生 在一個這麼清晰 的事情上面 大家是不是應該理解 是否應該去 縱行這個非法的集劫 因為你們不是2003年 50萬人上加大流行 縱行十個小時八個小時就完成 在好柳秩序之下縱行 你們啟動了這個佔中活動 可能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 幾個星期 甚至乎兩個月 這件事是對社會的秩序 是構成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這一點相當明確 因此 警方一定 是要 要修復秩序 亦一定 給到足夠的勸喻 希望各位人士 表達了你的訴求 就應該去 好 和平地離開這個現場 呼復回到交通秩序 但你們坐在不合作態度 這樣沒有辦法 就要用一些強硬的方法 去縱行清場 呼復社會秩序 其實 你們要表達你們的訴求 在香港這個這麼嚴重自由的社會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網絡 現在每個人 一日平均兩三個小時 是瀏覽互聯網的 你們的嚴重 是個別的嚴重 都可以透過互聯網發表 過互聯網的意見 至於你問心無愧 對得住自己的良知 以及提出你的理據 大家是完全可以 接受你發表意見的 為何不同這個和平的渠道呢 你們可以打電話去電台發表意見 可以在網上發表文章 可以在學校或公司 吃飯的時間 放學的時間 大家互相討論這個問題 或者自己的弄點 你們的觀點都有一些盲點 是不是 但是你們 向示威流行者 作出的呼籲 是相當之不理智 單憑你們說 我們一定要 重奪公民趕場 那是有什麼代表性呢 是可以讓你們的領導班子 佔中三子和學聯 學民思潮 那些 策劃能 去提供一個 焦點的地點給他 去發表言論 那是代表了什麼呢 你要發表言論 在華園發表 或者在哪個地方發表 或者透過電視網絡發表 大家都想 那條URL 那個超連結體 一樣可以有 一百萬二百萬的點擊錄 是不是 有很多人可以留言 去參與這個討論 霸佔這個公民趕場 我覺得不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你今天霸佔公民趕場 明天你就可以霸佔 其他的公共場所 這個是公共場所來的 不是你 你們 你們一小眾人 或者最多大群人 在那裡霸佔了他 那是不是影響到其餘 想使弄 這個地段的使弄者 就算是維園也好 霸佔六個頭牆 那別人就沒得弄了 現在有網絡這件事 為什麼你不經過網絡去發表你的言論 你就可以上城市弄壇 或者有些公眾的弄壇 公眾的弄壇 你可以發表你的意見 正反方 對不對 為什麼要做出一個激烈的行為 要集結這麼多人 非法集結在那裡 影響到交通 影響到社會秩序 這件事絕對性是錯的 你們發表言論 你有你的理據是沒有問題 但你用這個方法做為錯的 所以呢 我勸勸你們不要 強行去衝擊這個公民廣場 因為你這樣做只會 帶來一些人士不幸受傷 因為肢體碰撞而不幸受傷 現在 期間你們要提及到 要求特首 要道歉 要幫你們推翻 林大常委的正果方案 特首也說得很清楚 這個也是百分之八的事實 他個人力量 可不可以代表 整個 中央政府的說話 的立場 有沒有可能他個人一個靈 個別一個意思 好了 我就站在你群眾那裡 這樣 就爭取到這個 公民提名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 我還未到2017年 如果他這樣做 中央都會 另外空幹另一個高級長官 來處理行政長官的職務 是不是呀 這些是屬實的事情 是不可能 行政長官是 違抗中央政府的命令 沒有可能的 任何一個人做行政長官 都不會 答應你這個決定 我支持公民提名 行不行呢 沒有意思 因為你就算個別人士 特首真的支持你做一件事 結果也不會落實 只是會被另一個長官空降下來 由中央政府空降另一個長官來取代他的職位 既然大家看清楚這兩件事實 為什麼還要強行性 去衝擊一些政府總部 強行衝進去公民廣場 各樣事情 沒有效應的 你們今天說有三萬人集結了在 金鐘 政府總部那邊 表達你的訴求 但香港有七百萬人 你這三萬人 是否代表其餘的六百 九十七萬人 大家是否應該理智一些 去解決問題 還是用一些暴力的行為 為什麼 警方 多發勸願你們都不撤離現場 要迫使警方去考慮用一些中一步的 適當的暴力 去強制你們 不要再前衆 而離開現場 警務人員 警務人員對他們沒有仇 軍令如山 他們都是執行他的職務 他們也有警務人員受傷 大家就避免任何人受傷 大家是否應該叫停佔中行動 佔中行動 那時候 說得很清晰 這幾個星期也說得很清晰 不希望你有暴力事件 你現在佔中三主 不停呼籲 叫大家高舉雙手 被逮捕 被拘捕 那你為什麼還要衝擊 向前衝擊呢 人家叫你撤退 人家不想拘捕你 為什麼你寧願 接受拘捕 也不撤退 拘捕了你 那就代表什麼呢 你已經表達了你的訴求 這麼多人走出來 電視畫面已經看到了 中央政府也看到了 為什麼你要選擇被拘捕呢 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是不是因為這樣 你明誰千古 將你的名字 黑了在歷史上 某某某 就是陳大文 還是何先生 李先生 是一個英雄人物 我們去表揚他 駐一個童卑一個童像 去表揚他 是不是 或者 有些策劃能 佔中行動的策劃能 學聯 學問 思潮 在公民廣場發表他的言論 他覺得很有道理 沒有問題 你發表言論是沒有問題 但你可否選擇透過網絡發表呢 透過一些公開討論發表呢 或者接受傳媒訪問 上電視 上電視 上電台發表你的言論 是否一個和平的言論 別人可以上網 然後重溫 一樣可以 而你去一些選擇 要在公民那場集結 要有幾萬能力聽你做現場的聽眾 享受那些歡呼聲 對你的歡呼聲 對你的拍手聲 這些某個程度 真的已經是做一個個人崇霸主義 是不是很享受這一點呢 你不可以 因為我很想享受 成為傳媒的焦點 很享受有幾千支鏡頭 對著我 坐訪我 而令到有些無知的示威者 加入了你們 那個行動 長期作一個鬥爭 而令到他犧牲很多事情 包括害業或者事業 甚至乎或者身體受傷 而最不令我想到的 不希望發生的就是 當你們的行動 繼續不斷升級 學聯 學民思潮 佔中行動負責人 你們將行動升級 社會一定會出現騷亂 而這個騷亂有可能 和這個幾年前的 反世貿遊行 更殲而嚴重 是會影響到別人上學 上班 你們所說的中一步行動 和是否 考慮我們佔領某些交通的 要點 阻塞交通 不希望 飛機 火車 在這個 指定時間 schedule 到達 或者開車開飛機 這些是影響到很多人 做生意的樓 或者去旅行的樓 或者影響其餘的樓下上來香港的樓 是影響到香港一個很負面的形象 你是不斷不斷地 令到社會更加分化 如果你再持續這個活動 更大的分化 更大的分歧 更大的分歧 在我的氣氛裏面 大家討論這個議題 而是一個對立 激中的行為 即是說自己要站硬 我就一定要這四點 你一定要達到我的夢想 這些是否討論 是否平心靜氣 大家要討論 商議 每個國家都有決策能 我們香港有民主 現在其實有延遲的空間 你可以提出不同意見 給中央政府 特區政府 參考 但是不是你幾個學生 幾個佔中人士 話說是 為何要製造騷亂 我真的不希望 為騷亂演變得嚴重起來 會出現難貴方 能踩人的事件 當一個地點 集結了幾萬人 警方是 沒有辦法 一定要施弄這個 胡椒噴霧 都拒散不了人群 就一定要 施放這個 催淚彈 在施放催淚彈的過程 不當不少會 令到 示威者會有這個受傷 為何要這樣做 當前面那些人群 受到催淚彈的襲擊 他們一定會失控 為自己的性命狂奔 那是否會 站在中間的人群 是否被人踩人 那個事件是會出現 人踩人可以死得人的 不是踩到你乳乳雙雙 人踩人最恐怖 最大危機就是 你被人抓住 在上面有十個八個人 站在那裡 你吸不到氣 這樣而窒息 是很恐怖的 值不值得 我們做事要有軟件 要放好 放長你的目光 看清楚 既然存在危機 你為何 你們幾個組織的策劃人 不想到這點 以示威者的安全 為首要考慮的目的 你們發表訴求 大家已經知道 為何還要這樣做 做一些個人崇霸主義 是做一些不可能 達成的事情 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叫特首站在你那邊 支持你們說 我都要公民提名 這個不是他個人決定 是不是他個人決定呢 如果是他個人決定 我看到這麼多民意 他真是可以深層回去 深層思考 好了 就覺得我都是依附民意 好不好 還是怎樣 既然社會這麼大的互響 是不是 但這不是他過靈的決定 他真是幫不了你 為何大家這麼不理智 這些這麼簡單的事情 都看不到 是沒有意思的 做一些事情 除了你們幾萬人 是否真的代表那六百萬人 除了他 昨天的大多數 你知不知道他心目之中 想些什麼呢 如果你說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上 就大家出來表決 表決 那就看看哪方面佔大多數 佔大多數 然後 特區政府 中央政府 也會考慮 其中一個人數 是否去實施公民 提名 或者2017年不可能實施 我就放到 5年後或者10年後 2027年或者 2022年的時候實施 一步一步 現在香港 這10年實在太亂了 很多人 但呢 報復了 民主這個名字 打民主這個為旗號 他就製造了很多 社會上很多分化 很多混亂 其實 你想七百萬人 去看一下這七百萬人 多少人是 是 真的 希望 現在 2017年 即時是公民 提名 還是覺得會不會太急中 你可以 鎖柳的港鐵站 或者屋邨的送箱 把握了很多黃絲打 看看有沒有人 一定有人 看看有多少人 綁起黃絲打 我出國的時候 上班 上學 有多少人表達 這份心意 這個是一個 比較上全面性 去統計一下 多少人是希望有這個訴求 但是我 重新表示 公民提名 是其中一個 投票的方法 是一種方法 但是經這種方法 投票出來的候選人 當選了行政長官 用這個方法 而當選了行政長官 是否 大家都肯定是一個最合適的能選 你知道每個候選人都是 空投票我都可以開幾千張 你說什麼 我全部答應了 口頭答應 是很容易的 每個都答應了 但當選了之後 要落實 會有一定的困難 會有一定的阻力 或者會有 一些條整 如何翻吞到一個最好的政策 不是說 一加二等於三 一定是這樣做 不是的 零加零再加三 都可以等於三 自從2003年 香港幾十萬人出來流行 就興起了一個流行的潮 部分議員 就要激起民憤 在他的票倉裡面 儲救他的票數 選票 政府推出很多政策出來 都是反對反對反對 挑起一些民憤 社會很糟糕 很分化 因為 他們激起那麼多民憤 是只是會刺激得到 被這個社會帶來一些很負面的影響 已經是打破了 說 互助互送 互相扶持 的理念 大家感不感覺得到 現在這個年代這個社會 越來越自私 對別人越來越失去了宋林 是嗎 有些什麼都以自己的利益為依歸 因此 社會會出現嚴重性的 衝突 很大的分化 因為個個都是替自己爭取利益 你爭取利益 的同時 你又會影響到別人的利益 這樣社會又出現一個很大的衝突 大家想個社會和諧 就一定要做到 首岸相助 互助互送 互相扶持的理念 以助人為法律資本 以建設社會 建設公益 將公益 這件事 是做一個最大的首要考慮的條件 大家知道這件事是為了公益 而去做 某個程度是對自己個人的利益 有些少許的損害 自己都會支持 如果不是 任何政策推出來 可能一定會留一些人受害 也留一部分人受到損害的 受到損害的人 就永遠都反對 那就是 政府不需要推任何政策出來 是不是 做什麼都會讓人反對 都會 對某一部分人 帶來少少 的傷害 或者不是傷害 給不到好處 個個都要一塊肥豬肉 哪有這麼多肥豬肉 是不是 是啊 但是如果自己 本作一種公益心 慈善心 就是說 大家不要這麼計價 大家有能力 你就去為這個社會建設 為這個社會付出貢獻 你有能力 你有錢財 你就是要為這個社會作出貢獻 除了慈善捐款 你可以有能力做一些義工 或者發表意見 是希望整個社會 在一個和俠的氣氛之下 建設著社會 幫助一些有需要幫忙的人 自己是強者 就幫助一些弱者 扶一下弱 就不要現在 我見到很多人都是 扶強就坐弱 為什麼是扶強呢 因為他希望那個強者 看著他 給他利益 弱的呢 我無需要扶你 想著 我扶持這個弱者 我會得到什麼好處嗎 他會跟你說他不夠 但是我不需要別人跟我說不夠 我需要一些 有些直接得益 包括家人工啊 升職啊 升學啊 或者有些很實質的利益 那就糟了 社會就會出現一些很大的分化 只要為達成自己個人 得益的為目標呢 就不擇手段 掩著良心 做一些喪失良知 欠缺理智的事情 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別人 對不起整個社會 因果有報應 自己晚年 或者羅生的時候 你自己知道 你幾時幾時 種下一些吶 還是幾時幾時 種下一些吶 還是幾時幾時 種下一些吶 很清楚的 為什麼有些事情發生在能力上 是能力得益自己受損 自己即時嫁定為之不對 反過來 某年某日 那件事情 同樣發生在自己 原來自己得益的 這次 能力 沒有得益 不要緊 自己得益 即時說對 你們的價值觀 是不是 建基於自己 個人得益這個理念 希望所有議員 區議員也好 立法會議員也好 局長也好 那麼多高官也好 真的拿個心出來 為社會服務 為市民服務 大家是知道的 你們做每一件事情 都會寫一下歷史 有很多人全港市民見證 不要每次都打個民主的旗號 這次高舉民主的招牌 這次背後收了多少利益 做一些事 最後來 繞幾個圈 最後來原來是 本身那個人自己得益的 包括名與利 人家知道的 是不是 市民會知道的 今年不知道 十年後 二十年後 自然會知道的 會浮現的 很多事情都 所以我又呼籲 這個佔中行動 啟動了 就不可以改寫歷史 不可能說 從來沒有佔中行動的 歷史已經開始 寫下第一頁了 現在是一個合適的時間 但 希望學員 學民思潮 佔中行動 那些負責人 和教劫 就叫停這個行動 大家透過網絡 或者傳媒 的報導的訪問 去發表你的意見 有些事情 就不可以強行 明白嗎 強行呢 耳籠擊石 是一個無謂的犧牲 犧牲 有些是有作弄 有些是沒有作弄 你不要做一些沒有作弄的事情 如果你的犧牲 這些犧牲是對社會作出一個很偉大的貢獻 很多人都會表揚你 但如果你們這些犧牲呢 是令社會打來 一些騷亂 擾亂跌著 影響到很多人 那些人是無辜的 人家不能上班上學 你過不過意得去啊 你們可以選擇你們的生活方式 你用這些非法的手段 去表達你的訴求 那你自己在法律上面負責任 但是其餘的那些人想上學上班那些 那些人想上個店做生意那些 那些人是無辜的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將行動 不斷升級 不斷拖長的時間 我都相信香港 未來是真的 有可能 公民提名的人 會出現這個事情 到時候大家 放長雙眼看看 是不是你們公民提名之後 大家得出來 那個行政長官 各樣事情 你都是清心滿意的做到 就算不是清心滿意 你都覺得是很好 是不是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的年代已經改變了 沙煲兄弟啊 南兄南弟啊 那些呢 已經基本上很多時候是不存在 是個人利益的 很多時候都在說 有幾多個在說 公益心啊 問心啊 是不是啊 有沒有人肯 喂 我當行政長官 很多社會問題 或者 真的有很多阻力 我未能解決 但是我願意 做個脫蚊特首 好 將我那幾三十萬的月薪 捐出來給慈善機構 這方面是個人的捐助 我不需要任何 什麼局長啊 什麼處長啊 要跟我這樣做 我不會給他任何壓力 但是如果他們樂意這樣做 我無限歡迎 市民也相當之歡迎 你不捐 整份人工出來 你可以捐一半 或者十份 四份一 反正你自己 很可能都有 財力呢 你自己可能有足夠的儲備 去過 下半身 而有很多廢龍呢 如果做到一個高級的政府官員 很多時候都是公帑的 或者會 是吧 起碼你的交通 你出入那些交通 有司機給你 就不需要 給人工 不需要自己買部車 供部車 是吧 你住的官邸 不用給租金 對嗎 交通 和住的方面都不用了 吃的方面呢 官邸裡面吃的東西 是不是都是政府 用供費 去 綜貼啊 資助 各樣東西 吃就不用吃得多少錢 而已 香港 最主要就是 解決住的問題 其那些 真的不需要花多大的費用 但是 我就不會 要求 未來的行政長官 或者高級官員 說要 將石複能工 或者半個月的能工 捐出來 慈善捐款 當然他這樣做 很多市民都支持 這件事已經是值得人家表揚和支持 這件事 純粹 是一件善事 對嗎 很平衡的 是公眾利益 自己損害自己的利益 而去 犧牲 然後去 令到公眾得益 這些東西 很清晰的 是值得人家表揚的 但未必每個人都這麼偉大 只要 只要 那個行政長官 未來行政長官 政府官員 是真的拿個心出來 弄心去 為市民服務 無論他有多大的阻力 只要他弄心 是得到他 相關的官員 輔助他 對施政呢 是將他做到最好為止 市民 已經很感激 很感謝的了 未必每個人都做到100分 是不是 推出的政策 未必是滿足所有人的需要 但是平衡得到 公眾利益 是將他 重量延善化 延善化可能是80分 90分 最好做到80分 那就做到80 100分 是很難達到的 大家不可以 各樣的事情 包括你們的工作 你們的功課 會不會說 喂 錯了的東西 就代表不合格 不應該的 我們去考公開試 大家去考公開試 各個都想 答案正確 但是始終 你都會不小心 看漏烈眼 或者是 不懂回答 對嗎 對嗎 但是自己中了力 那人家是 會體諒 應該要體諒 除非野蠻人 也不體諒 你做漏了 做少了 看漏了 你影響到我 那我就不體諒你 因為 你影響到他的利益 影響到他 那就沒得好說 是吧 但如果互相體諒 社會 工作家 或者學校 就相當開心 大家不能夠以百分為一個合格的分數 做了九五分 欠五分 欠五分 不合格 欠五分 為何你做不到五分 有多少人考試得百分 你說這個社會 沒有 沒有安寧 對不對 中了力就可以了 你說今天的三十分 那大家 同事 上級 或者同學 互相幫忙 今天你幫他 他力能力幫你 那就很開心 這個社會 那個人的能力 是去做六十分 七十分 大家就應該用一切力量 給他一些正能量 令他做到六十分 七十分 同樣在某程度 他也可以 幫其他人 做到七十分 一百十分 那社會 那社會 就向前衆 咯 怎麽要現在大倒退 為什麽那些大學生會這樣想 那些教授這樣想 那些教授這樣想 香港得去 沒有普選 無論英國管治 或者胡歸了以來 從來未試過一人一票 現在又一人一票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清晰的分架線 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肯定 踏出了民主的這一步 亦肯定 是中暴的 果善了 在民主這方面 那個步伐 肯定果善了 你們都說不行 我要一百分 要完美無限 寧願不要 要不要 哪有這樣的 那你中六合座 你是不是一定要 金多寶你才能收錢 中六合座 你都照收 中三獎 你都照收 每個買六合座 這麼多寶 一億五千萬 每個都想得住獨得 很多都 中二獎 一百三十萬 不收了 嫌少 是不是 就是有些東西 你不論任何觀點角度 你是看得到 它是在進步 是果善到的 紫柳就說 這個進步這個果善 大家接受了它 然後下一步 漏要求 怎樣果善 怎樣去進步 是不是 應該這樣 公民抗命 你有沒有濫農到公民抗命 如果 英國政府 或者香港 胡歸了這麼多年 每一架特首 行政長官選舉 都是一人一票 現在就突然說 沒有啊 中央直接委任 我委任誰 就誰 你們對他不認識 就是你的事 是不是這樣 現在不是啊 如果是一個 在這個民主部分 裡面一個大倒退 公民抗命 人家都 那些大眾 沉默大多數都 會理解到 不要說接不接納 還是支持 至少理解到你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但現在 香港 香港 極大多數市民 今天沒有出去佔中的市民 極大多數 部分不表達意見 沒有問題 什麼都沒有問題 極大部分 希望社會安寧 是看到 自己的人一票 都不錯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如果這個佔中行動 你說這麼重要的選舉制度 為什麼你們 胡歸的時候 或者胡歸之前 定這個基本法的時候 為什麼你們不出來發聲呢 是不是小時候 還沒出生 還是怎樣 還是社會人士沒有人想到的 這件事嗎 那些教授 或者一些成年人 那些學者 為什麼一早十年八年前 香港胡歸的時候 他都成年人 為什麼不出來 這個社會 發表這些聲音呢 既然是好 而這個好 你們是覺得是肯定的 是不可以作出任何樣步的 是應該必然發生的事實 那為什麼這十八年 留意阿倫呢 為什麼這十八年 這幾家的特區行政相關選舉 那時候你們不發聲呢 突然之間要這樣發聲呢 還是要人家說 你留沒有票 我給你留得票 人家讓你選擇權利之下 然後你就會反過來發聲 那背後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家都應該思考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 給多些東西給你 你就會反對 不給東西給你 那時候 就不反對 對不對 我們已經有三任的行政相關 為什麼 三任的行政相關 選舉的時候 都沒有人反對 沒有得普選都沒有人反對 現在呢 反對 拍了桌子 要走出來 要集結幾萬日 請極你 呼籲你 你這麼逼 又沒有得去廁所 吃東西又不方便 又這麼疲倦 又要睡馬路 這麼辛苦 為什麼要繼續這樣做呢 是不是在你手裡搶走這些東西 而逼你這樣做呢 好像不是 原本你的手是空的 但是現在把這些東西 在你的手上 是給你一些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呢 社會會變成這樣的人 為什麼 學者啊 教授啊 做老師啊 為什麼會 思維會這樣呢 可以 將這件事情 這樣扭曲 而令 這麼多人走出來 在製造一個 騷擂的局面 而製造一個 騷擂的局面 就是 對各方面 帶來一些很大的 在製造一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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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